再回到新聞現場 肚子餓的時候想要出去吃飯 但碰到這個狀況 恐怕就有點吃不下去了 在桃園有一對夫妻 他們到巴德區的連鎖牛排餐館 來用餐 但沒有想到 點餐呢 點了將近半個小時 他們呢 一人點了一個牛排 一個是點了花椒雞 結果牛排已經來了 都吃完了 但是這花椒雞還沒有上 他們就說啊 是因為肌肉比較不好熟 結果等了半個小時上桌 花椒雞的肉質是帶有血色 沒有熟透 他們擔心食物中毒罪 就向店家來反映 雖然店家 他們是願意來提供新的餐點 還有折價券 只是消費者沒有辦法接受 最後店家是退回用餐的款項 而店家私下就表示 可能是因為新進的人員 烹飪火候不足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未來會加強員工訓練 鐵盤上這塊被切開的雞肉 外皮肩的金黃 但仔細一看 肉質卻帶有血色 這個狀況 消費者難以接受 地點就在桃園巴德 姚先生和太太日前到這家新開幕的牛排館用餐 太太點的紐約客牛排 等了15分鐘上桌後 已經快要享用完畢 自己點的花椒雞半小時後才送上 沒想到製作時間這麼長 食物卻是沒有熟 擔心食物中毒 立即向店家反映 消費者玩具店家給予的替代選擇後 店家退還250元餐點費用 實際回現場用餐人潮相當多 民眾認為店家可能是忙中出錯 店長私下表示 因為牛排館剛開幕 新進人員比較多 可能是烹飪過程 火候不足才會發生 這樣情況 未來會加強員工訓練 避免類似狀況發生 而衛生局也將派員前往稽查 確保食安 華視新聞五千元桃園報導